MING PAO TORONTO 因為我們在穿戴這個隱形眼鏡的時候 你必須要把這個上眼皮去往外撥 然後你要把這個隱形眼鏡才能夠把它戴上去 同樣的你要拿下來的時候 也會把這個上眼皮的地方往外撥 那你才有辦法把這個隱形眼鏡拿起來 在這個穿戴的過程當中 如果是使用力道太過於強 很容易長時間下來 讓你的提眼瞼肌也會產生皮滑的現象 甚至它跟肩膀分離 那這樣的話就容易會產生上眼瞼下垂的現象 依照學理上正確的分的話 應該是分成真正的這個上眼瞼下垂跟 假線的上眼瞼下垂 什麼叫做真正的上眼瞼下垂呢 我們看到這個上眼瞼 這一條睫毛 上眼瞼的這條線 它所蓋住的位置 如果是它的位置越來越往下的時候 就會分成輕度、中度跟重度 那這個的話就是一個真正的上眼瞼下垂 但是如果不是這個上眼瞼的這個問題 而是我們的眼皮太過鬆弛了 它也有可能去蓋住了我們這個 這個瞳孔一大部分 那這時候它雖然看起來像是上眼瞼下垂 事實上它的上眼瞼的位置是在一個很正常的位置 那這時候我們把它稱作就是 假性的這個上眼瞼下垂 它是由這個眼皮太鬆弛的原因 才會造成有點蓋住我們的瞳孔 所以這時候處理的方式就不一樣 所謂的內開式的這個上眼瞼下垂的方式 其實我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就一直在研究了這個主題 那時候我發現說 經由外開其實修復的時間是相當的長 後來我就嘗試的去用內開的方式 來治療這個上眼瞼下垂 它有幾個優點 第一個就是說它沒有疤痕 因為我們從裡面結膜的地方 去開一個小傷口 這樣的話 你在外面皮膚的地方完全沒有疤痕 所以開完了以後 外面根本跟你正常的都完全一樣 第二個手術的恢復時間縮短相當的多 通常我們從經由內開的方式 來做這個上眼瞼下垂的治療 一般開完了以後 大概二到三週的時間 病人可以完全恢復到跟正常的眼睛 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一點 我們經由內開的方式 來做這個上眼瞼下垂的治療的時候 不會有眼睛閉不起來的風險 在手術的過程當中 保留了我們閉眼功能的肌肉 我在十幾年前的時候開始在研究這個問題 後來我發現說 我們經由內開的方式 去做上眼瞼的治療以後 那我們閉眼的功能不但不會影響 而且還可以加強閉眼的功能 所以即使最嚴重的上眼瞼下垂 手術以後也不用擔心閉不起來的問題 如果有暫時閉不起來的情形的時候 也只有在短短一個月內都可以完全恢復 有蠻多人其實在平常的時候 因為眼睛兩邊看起來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上眼瞼的下垂 造成的這個大小眼以外 那還有可能因為雙眼皮的不一樣 所以會造成的這種大小眼的困擾 那剛剛所講的雙眼皮貼 其實也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說你希望照相的時候 希望拍的美美的貼雙眼皮貼 確實是可以達到一個兩邊的眼睛 比較平衡大小相同的這種效果 剛剛有提到說 如果貼久了以後 是不是有些人會產生就是一個雙眼皮 其實這是有可能的 我們這個眼睛的結構 如果你把它定型某一種姿勢的時候 我們的組織會發現說 長久下來的時候 這種姿勢的時候 他就有可能會把這種姿勢定型化起來 所以有些人貼了一段時間的雙眼皮貼 比如說幾個月以後 竟然發現說以後 就能真正的有雙眼皮出來了 其實這是有可能的 但是有時候這種機會並不太多 會不會產生出來 其實就不是我們能夠左右的了